各位观众朋友 这里是诺威西藏之声 欢迎您收看收听 华语专门节目 我是达尔桑莫 在这期的节目中 我们邀请到 荣获2021台湾年度 外界学生演讲比赛 之亚军的 慈人塔琴 幼时的塔琴 就背景离乡到印度 接受现代教育 在流亡生涯中 除了进修母语藏语 英语和印度语 他又凭借了自己的实力和恒心 实现了留学台湾 进修华语文的梦想 而他在这次演讲竞赛中的优越成绩 使他成为契金 获得该殊荣的第一位流亡藏人 那么接下来 让我们一起来聆听 他的华语文学习里程 你好塔琴来 欢迎您参与我们的节目 那你原本是英语文科的毕业生 我很好奇是什么 去使你转读 你不擅长的华语呢 首先 不好意思 我脑海里还是讲英文的 首先谢谢你们 邀请我来跟你们谈话 怎么说呢 我去学中文 追求中文的 是有点故事比较长 原因是那个好像我们每个西藏的学生都想要自己怎么毕业或者有一点想要为西藏而努力或者贡献的想法 我觉得几乎每个人都有嘛 所以那个我是那个从学校是运气好的吧 因为那个从学校就当选那个学生会的会长等等 所以在那个负责任的那个感是蛮强的 然后到那个我2010年那个高中毕业 然后到德里 那个上德里大学的时候 那个其中两年要那个当张青团的什么那个常委委员 也是那个我大学三年级的时候也当过那个 那个藏金团那个德里大学的藏金团的那个会长吧 所以就这样 我自己的那个学习的过程都是跟那个政治活动 和西藏的政治活动有关系的 那脑海中不断会想起怎样最好贡献为我们的那个西藏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因为很多我们的 那个尤其是那学政治会到了一段程度以后会选择国际关系 对我来说觉得我们每个人如果那个自己那个后来的那更高的学习时候 一直学那个用英文觉得我觉得不够的样子 因为很多那个关于中国方面都是那个西方人自己的想法写的 所以我觉得不够那个了解中国方面 所以我是这么觉得如果我们能学中文 那更好就这样我大学毕业以后就那个先工作了一年 然后去年后录大学 重新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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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科毕业以后重新去那个去本科学中文 本来我在西藏时候虽然学过一点点拼音等等的 可是那个中间很多年没有那个看到或者没有用过中文嘛 所以完全忘记的样子 然后后来去学那个中文就是有点怎么说呢 没那么容易就这样 对对这是基本的我学中文的去追求中文或者学中文的原因或者怎么说呢 动机嘛 谢谢那近期您在台湾的一场知名演讲赛中呢 取得了第二名 又在众多外界演讲者中脱颖而出 所以我想在此听听您的获奖感触 那个当然那个在台湾的那个比较有名的那个演讲比赛中 自己能得到那个第二名是个怎么说呢 很好是自己也觉得蛮不错的感觉 其实那个演讲比赛也是在台湾 那个根据台湾的那个官方资料 台湾一年一般会有三万以上的学中文的学生 所以台湾全国因为有很多那个外界学生的国有中心 所以这个这一个是蛮大的 这个可以说对我们来说最大的演讲比赛 所以那个其中那个得到那个第二名 我觉得是真的很好的机会 另一个是我其实那个去年就想要参加那个 可是我去问的时候他们说我不能那个 用西藏的人的身份来说不能参加 可是那个时候所以我觉得有点失望就没去参加 然后今年那个我们台湾师范大学那个国语中心的老师说我要不要参加 然后老师帮我去那个问那个官方举办那个比赛的 然后他们说如果我用那个以台湾那个不是台湾不好意思 那个印度人的身份来参加的话就可以 所以我觉得OK印度虽然我不是印度的那个公民 可是印度也算是我们的第二个国自己的家也没有问题 另一个是如果我能参加以后有什么得到什么第一名二名的话 就那个我们那个西藏的话题当然会一起提到 所以就这样我去那个参加 然后我也觉得这是我一定要表现好 因为我有很大的我自己觉得那个责任感很大 就这样我去参加 所以您的演讲内容是涉及到我们西藏议题 其实那个里面没有涉及到那个西藏的 在那个凌亡社会中的疫情 可是我的基本是怎样我们在那个今年 从去年开始整个世界都是疫情下都是没什么好事 可是我的那个那个演讲的内容就是像我们 我那个时候有拿一个镜子像那个那个镜子一样 如果我们镜子的那个怎么说呢 调整到一个正确的角度也可以看到比较好的方面嘛 像这样我提出了这个 然后中间也能提到自己是那个流亡到西藏 然后那个流亡到印度 然后是一个西藏人 然后也先提醒了有些自己认识的年轻人 也那个往生的世界 所以我觉得这个让人都蛮感动的 好 那您作为飞母语华语文学生 您觉得在学习这么语言的时候 最大的困难在哪里呢 其实那个学外国语言是不是那么容易 尤其是我是从西藏来 很小就在西藏 然后到印度以后 先要学英文 这一个是蛮大的困难 然后对对对 到了一定年纪以后 再要学中文的是真的 好不容易的 所以最大的最大的最大学 尤其是学中文的最大的困难在那个吧 很容易忘记的那个 比如说以前我在那个印度尼河鲁大学的时候 我们每四个月以后有一个那个放假 那个寒假跟那个暑假嘛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一般学了四个月 然后一个月两个月放假 那个回去上学的时候几乎都忘记了 就这样来到台湾 虽然是这个 这是一个中文母语的国家 可是在这边那个学字方面真的好不容易 所以一个是好像年纪越大 那个学语言是越困难嘛 所以您觉得语言的环境还是很重要的 对对对 然后那个我自己的经验 如果你在印度学三年跟台湾学一年 或者一年半词 那个效果差不多一样的 那您身为留学到台湾的少数藏人之一 我想请问有哪些途径是可以帮助到藏学生 申请到台湾的奖学金 其实那个 那个我们作为一个藏人 尤其是流亡藏人 申请到台湾的那个官方的奖学金 我觉得是几乎没办法的 因为台湾政府 我们不承认我们那个西藏流亡政府嘛 所以官方方面没有那种的机会 可是如果自己能找办法的话 有些那个私人或者私立团体 民间团体有可能会帮忙一些奖学金方面 那然后那个在台湾那个医院中心 如果你要申请台湾的那个国有中心的话 我觉得每个人可以申请到 你的基本就是你只要在什么 学校或者大学基本的资料 然后你的那个银行账号里面最少要2500美金就够了 然后他们会接受你的申请 可是问题是我们作为藏人是零万藏人没有国籍的 所以这是最大的那个去办签证的 你去那个那个驻德里的那个台湾大使馆 他们不会那个接受我们 他们回去没办法直接回去 所以你要透过些这边的什么非政府组织 或是这个民间团体的方面 才能那个申请到这个签证 所以对我们来说最大的那个问题或者困难 在这处在这个办那个签证的方面 好谢谢 那您觉得流亡藏人尤其是第三代藏人 可以从事哪些行业来帮助推动我们的西藏议题呢 当然我自己觉得是 当然每个各行各业有那个推动自己 这个尤其是那个西藏的议题 不只是西藏的文化或者这些方面 我觉得如果自己能成功一个各行 每一个行业你有机会推动这个我们的议题 所以重点是你要坚持下去做这个事情 那个如果我们用英文呢 我在那个南河路大学的时候 有一个印度学生他常常说 那我用英文一下呢 他说那个 best revenge is to be extremely successful 这个我觉得是很重要的 比如说这次我去参加那个国富经典馆的演讲比赛里面 虽然我是第二名 可是很多那个新闻媒体也报道了 我是来自西藏 然后那个我们的社交网站上已经提到了 我没有办法那个 以西藏人的身份来去参加那个演讲比赛 这个里面很多人提到 为什么台湾是一个民主国家 然后台湾自己也是被中共歧视的地方 可是为什么还歧视一个其他地方的 比如说我这样的人 也这样的问题提到 所以我自己不要去吃个free debate 很多别的人也会自己的小小的成功 也拿这个用这个机会来提到西藏人的议题 我觉得你无论你是做什么 是要做一个很好的 然后不只是那个短期的成功 你做什么都要坚持下去 我觉得你有机会代表我们西藏人议题 谢谢 好的 到此呢 我们的采访也到了维生 很感谢你能够接受我们的采访 也祝您在往后提升华语文的道路上 能更上一层楼 谢谢 谢谢 谢谢你们给我机会 感谢 各位观众朋友 感谢您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下期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下期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